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拼尽全力想要尽最后的努力 他祈求道 叔父 你只要成全我这一次 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叔父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 三 蓝启仁依然在竖完第三个竖后 冷冷地撇向蓝望机 似是犹豫了几秒 然后毫不犹豫到 发出去 保镖们的手指立马按向确认键 不要 蓝望机突然撕心离肺地喊出一句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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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言 蓝启仁瞬间抬手 做了个停止的动作 保镖没有抱着笔记本 立刻后退了几步 蓝启仁缓缓伸出手去 另一个保镖立马把一台手机放到了蓝启仁手里 蓝启仁接过来 点开了通讯录 找到了那个名为宝贝的备注打了过去 电话低声后很快被接通 传来未无限焦急的声音 蓝湛 怎么样 你叔父没为难你吧 对了 你怎么又换回以前的电话号码了 是你叔父把你手机还给你了吗 蓝望机眼眨不错地望着蓝启仁递过来的手机 嘴唇颤了颤 却始终无法开口 蓝湛 电话那头传来疑惑中 又带着点焦急的声音 你怎么不说话 你没事吧 蓝望机伸手结果 蓝启仁手中的电话 却还是无法把分手两个字说出口 蓝湛 魏无限的语气开始变得烦躁 我求你开口说句话好不好 你这样不说话我很担心 见蓝望机还是下不了决心 蓝启仁又做个手势 他身侧齐刷刷站成一排的保镖 又整齐划一地上前一步 然后把手指放到了确认剑的上方 蓝望机瞳孔微缩 眼里盛满了悲伤和绝望 他用指尖死死地咬着自己的下唇 嘴唇皮肉被咬破 有点点血液溢出 伸进口腔 口腔里顿时被一股血腥味弥漫 蓝启仁食指和中指 就微微动了一下 这是他下令按下那个掌握着胃 念 弄三家集团生死的动作 我们分手吧 这句话说出的瞬间 蓝望机唇上破裂的伤口更加深了 伸进口腔里的鲜血也更多了 连带着血腥味也越来越浓 心上像是被一把钝刀活活凿碎一样 鲜血淋漓地疼 魏英 对不起 蓝望机道 我们分手吧 别难过 你别难过 是我不好 是我没本事守住我们的爱情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 私生力竭地怒吼 蓝望机 你他妈再给我说一遍 你要跟我干嘛 分手 魏无羡几乎是咬着牙齿的吼道 你给我把这两个字收回去 不然我揍死你 低的一声 蓝望机只觉得手里一空 手机已经被蓝起人抽走 并无情地挂了电话 蓝望机摊坐在地上 眼神空洞地不知道在望什么东西 半上 才缓缓地从地上站起来 抬眸 看向蓝起人的眼底 满是冷漠和绝望 叔父 我已经没有心爱的人了 这个结果 叔父是否满意 蓝望机说这句话的时候 神情特别淡漠 那悲伤的眼神 让人有种生无可恋的错觉 蓝起人眉头微皱 似乎是想说什么 张了张嘴 却最终什么也说 只是复杂的眼神 望着蓝望机绝望的背影 一直目送蓝望机进了房间 蓝起人才收回视线 坐到沙发上后深深地吸了口气 然后抬手按压着眉心 轻轻闭上眼睛 一副特别疲倦的样子 他在心里默默地道 哥哥嫂嫂 你们一定要保佑我把旺机 拉回正常的生活轨迹上来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 蓝西辰才带着 或许能改变事情结局的 孟瑶珊珊来迟 蓝起人一看孟瑶 就是他查到的那个 帮着魏无羡对抗他的人 瞬间紧帮起脸来 不友好的眼神看向孟瑶 孟瑶却微微笑了笑 礼貌打招呼道 叔父好 蓝起人刚想开口说话 就被蓝西辰打断了 蓝西辰道 叔父 正式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她叫孟瑶 孟总 蓝起人这个称呼和语气都很奇怪 神识的眼神打量了一下孟瑶 才道你来干什么 这话让孟瑶瞬间尴尬 叔父 蓝西辰立马道 他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还请叔父帮我到孟家提亲 蓝起人闻言 瞳孔缩了缩 看了看这个依然被他制裁着的 孟氏总裁孟瑶 又看了看自己的侄子蓝西辰 确认得语气道 他肚子里怀的是我们蓝家的孙子 蓝西辰点了点头 是的 叔父 你很快就要抱孙子 当爷爷了 说着蓝西辰还把医院检查的B超单递了过去 蓝起人接过去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 当看到确认认生计个字时 蓝起人握着B超单的手指 微微颤抖了一下 连日以来一直冷着的一张脸 也稍微缓和了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